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懂我的意思吗 那今天这个大盘要如何从筹码面 从专业的角度跟你正确地解析这个大盘 很困难 很困难 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换句话讲 今天对于大盘的未来的一个规划 要跟你讲真话 很辛苦 刚刚四分说提到的 其实四分讲的话就大家的心理 今天盘跌得很惨 跌得破底 好 那我先问大家一句话 最近我看很多一些古诗老师的节目 对吧 有的老师今天还说 你看 我一直跟你预告 这个盘会跳水 会崩盘 会破底 我好棒啊 今天很多老师都这样喊 你看我跟你喊会破底啊 我跟你喊会崩盘啊 我好棒啊 好 光冲了这句话 我请大家查亮眼睛 指数 请大家回答我 礼拜一的低点多少 四分 礼拜一的低点多少 8400 8400 这个礼拜联法科又跌停 TPK又跌停 今天大立官又跌停 不得了吧 这礼拜是不得了的 联法科也跌停给你看 TPK跌停给你看 今天谷王谷后都跌停锁死给你看 结果今天台子收盘多少 多少 8400点附近 那你告诉我 很多老师说 你看 我给你预告啊 这个盘会跳水 会崩盘 会破底 我好棒啊 我看不出来你棒在哪里啊 礼拜一的低点就是8400 今天台子最后收盘 也在8400附近 你棒什么棒啊 你棒什么棒 你告诉我啊 啊 如果说你一直喊会崩盘 会破底 那这个礼拜也真的让大家看到了 联法科也跌停锁死欸 那今天股王 股后 大立官都跌停锁死欸 你说今天破8000了 那我说你棒 你棒嘛 对不对 你一直预告会崩盘啊 你一直预告会破底啊 一定了不起啊 欸 结果礼拜一的低点叫做8400 今天收盘 怪了也在8400附近 我都不知道这个礼拜一一直喊崩盘的人 你是认为你棒在哪里 我想不太懂 好 赵老师今天所跟你们讲的每一句话 我都刚刚讲了 今天这个盘 要跟你讲真话 要从专业的角度来跟你分析这个盘 很辛苦的事情 很多人也不愿意干 因为对于讲了你也听不进去嘛 对不对 那再来很多人他不是不讲 他没有这个能力 他看不懂 所以今天这个盘我刚刚讲了很多技术分析 其实就像刚刚四分 四分我们不能怪他是主播 你不能要求太多 四分刚刚讲的就是今天大家的心态嘛 哎哟 看到大力光跌停 哎哟 看到这个古王古后跌停 哎哟 看到台子破地 哎哟 好惨 但我讲了嘛 礼拜一低点8400 今天收盘还在8400 你懂了没有 所以我说今天这个盘要跟你讲真话 要从专业的角度不是这么简单的 今天的盘要带你作对 不是这么简单的 就像四个月前 就像四个月前 啊 穷头子 你不要忘了 就在四个月前 台股当天攻到1万点之上 台股当年创新高 当天要跟你喊 大多头 主身段 权力做多 很简单 就跟今天 大空头 要绑盘 哎 要破底 啊 好棒 四个月前 跟你喊大多头 主身段 权力做多 好棒啊 那四个月前 当天要跟你讲真话 很辛苦啊 当年全中安民国 谁跟你讲真话 当年全中华民国 谁跟你讲真话 谁告诉你 大户出货 谁告诉你 这个盘会多杀多 当天 张大文跟你讲真话 当天你听得进去吗 啊 你理都不理我 我跟你讲 我很清楚 你们在想什么 那就像 就像今天这个盘 很多老师告诉你 要崩盘 要破底 那今天我要教你们 怎么从筹码面的角度 怎么样 从筹码面的角度 来分析这个大盘 从筹码面角度 不管怎么样 刚才四分讲的 的确也是事实啊 今天台股指数破底啊 所以今天从技术面的一些 搞技术分析老师 又去卖一些技术指标软体 他当然告诉你大空头啊 今天怎么看都是大空头啊 破底嘛 支撑跌破嘛 对不对 那就像 对不对 就像四个月前 当时创新高 从技术分析 怎么都告诉你大多头 大多头 大多头 但是从筹码面 张老师告诉你大户出货 所以今天你好好认真听我节目 你会学到很多东西 你会学到很多重要的东西 怎么样从筹码面来分析 你才不会迷思嘛 你懂不懂 你必要从技术面的角度嘛 创新高就是大多头啊 今天破底就是大空头啊 这么简单啊 如果说今天破底就是大空头 那四个月前创新高不就大多头啊 所有四个月前全力做多的人 你告诉我 现在哪个活啊 现在哪个活啊 你给我看啊 好 那今天大盘有一点是 我没有办法否认 今天破底嘛 这我不能否认啊 是破底啊 今天大力光跌停 台股指数破底啊 那我只请问全国投资人 我在前两天 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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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注意一档股票 TPK 有没有 有没有 那 TPK 这一次大户筹码 从236 203 告诉你大户出货转空 前两天杀到100 TPK的 未来我先不谈他 前两天有破底 还跌到100 前两天我在节目中 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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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大家叮咛 连续五天 爆量了十几万张 爆量了十几万张 这个要100多亿 我只问你谁在大买 所以这就是告诉你 怎么样从筹码面的角度分析 你才不会迷思嘛 你今天不从筹码面的角度 破底啊就是空头 这么简单 那四个月前创新高就多头 你万点买给我看啊 到今天通通死 通通断头 断不到多少次 那前两天 TPK跌停破底 我只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 下面爆量 连续五天爆量一百 十几万张 要100多亿耶 谁去买 谁去买嘛 筹码面我们已经看到很清楚了 我跟你讲啊 大盘破底 谁敢买股票啊 对不对 那股市老是敢买啊 天天跟你喊空就好了嘛 喊空就有生意了 因为投资人跟你喊空 你就吓得都参加他会员啊 你把他当神啊 对不对 像四个月前涨到万点 哇喊多 你就哇 通通跟他 你好高兴啊 通通逛 那前两天 那前两天 TPK破底 我只请大家 从筹码面的角度 好好地思考 谁在大买嘛 那如果是大股东在大买 那你认为股价将来会怎样 道理很简单嘛 再来TPK第三季 对不对 营收必然大增嘛 那不仅在苹果的这个 新产品的出货之下嘛 还预估大增百分之五十 那你告诉我 第三季未来的营收 是大幅的成长 那低档又是大户在大买 大户的筹码在大量的进货 所以前两天我已经请你 特别特别叮咛 TPK这档股票 你不仅不能再空啊 你要注意大户在买 那你要干嘛 你当然要跟着大户的脚步嘛 来 今天大盘破底啊 这个我不能否认 真的破底嘛 你告诉我今天TPK这是什么 早盘也跌啊 跌啊 尾盘 翻红 什么回事 你回答我啊 不要每天都我回答你嘛 很多东西你要稍微理性 你应得一点思考嘛 对不对 再来 宏达店 来到我 宏达店从159块 是不是一路告诉你 大户出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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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到上个礼拜告诉你 在60多块大户进货了 大户进货了 大户进货了 来全都是 这个礼拜台股又破底了 来大家看一下 宏达店 上个月低点在65块 这个礼拜台股不断的破底 我说大户进货了 今天宏达店售盘多少 还在70块 你能不能思考一下 发生什么事 what's going on 今天台股是在破底啊 跟你喊大空头很容易啊 但今天为什么TPK会翻红 这么烂的股票啊 前两天大家看到他跟见到鬼一样啊 只有张老师告诉你大户在买 TPK有没有 前两天一拜张老师告诉你大户在买 今天踢 宏达店 还在70块 再来 我跟他谈一档 这个礼拜的重灾区的一档股票 联发科 来擦亮眼睛 你看看从筹码面的角度要怎么分析股票 联发科大户筹码从350块附近大户进货 有没有 涨涨涨涨涨涨涨到410多块 然后从390块大户筹码翻空 出货一路杀杀杀杀杀杀 昨天杀到260多块 崩了130多块 好 来怎么样从筹码面角度来看一下 联发科前天大前天跌停 再崩盘 对不对 那两天前 当天最低274块 274 但当天特别注意 爆量了27000兆 谁在买 昨天开高 昨天开高再破底 没有错 今天台股再破底 悬了 今天怎么样 开平盘 杀低再拉上去 今天的低点在这个地方 今天的低点在这里 268 收盘275 那前天的低点呢 274 结果今天收盘居然275 那好好想一想 联发科这里又是谁在买 又是谁在买 周老师跟你讲的话 我希望你认真听 不是那么肤浅的 指数破底台股就空头 你要思考 在破底的时候 为什么这些股票有人在买 这些大户怎样不怕死吗 大户不怕死吗 有钱人比你更怕死 怎么不怕死啊 他为什么这几天大跌他敢买 TPK已经有人在买的动作 今天还翻虎 台股跌白点 宏达店已经 一两个礼拜都不跌了 怎么回事 那联发科这两天 居然也有进货的动作 我再给你看一档更精彩 之前我们跟大家报告的 FGS6456 你看看 大户筹码从120多块翻多 带你一路做多 涨到160 创新高 对吧我们请全国投资 把握 获利卖出之后 大户筹码转空 昨天还崩到103 来我们看一下 FGS 大家看清楚 昨天崩盘 最低打到 103 还跌停 就收盘 居然涨到115 表示所有下党 你爱卖的人 全部把你吃货吃走 今天呢 又开个十字线 今天开盘114 最低又打到108 收盘又拉上去 已经连续两天 这里出现怎么样 长下以线 沙滴都有人在进货 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FGS都有人在买 是不是啊 再来我跟大家报告 之前报告的 这个 红准 也是一样啊 这都是重型股 红准有没有 全一波80多块 带你一路一路一路做多 大涨了五成 对不对 那117块 告诉你大户出货了 又崩回 昨天前天崩回84块 多漂亮啊 是不是 一来一回 多好玩 这两天 台股崩盘破底 今天红准 怎么还往上跑呢 谁在买它 你都不要轻忽这些现象 你才不会迷失在指数之中 啊 就像四个月前 对不对 指数创新高 都告诉你大多头 那张老师从筹码结构 告诉你大户出货 必有多啥多 你说张老师你是神啊 我不是神 从大户筹码的角度 你不会犯错 大户出完货之后 股价必然崩盘 那大户进货之后 股价必然大涨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啊 所以这两天 我们已经发现到 很多重型的 在下杀的格局之中 大户都有进货的 动作出现 好不好 再来指数我们讲过 指数你不要想太远嘛 就跟冲浪一样 你只要掌握到白点的坡洞 每一趟掌握到白点的坡洞 四趟就四百点了嘛 你要你要什么 每次一做多 就要上看万点 一放空就要崩盘破底 那我讲你去找别人 这两个礼拜对吧 多少跟你天天喊崩盘破底的老师 我就问你嘛 指数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也是 礼拜一开盘就在8500附近 到了礼拜五收盘还在8500 上个礼拜五说穿了 也就是8500到8600之间 来回波动而已嘛 那上礼拜你跟着大户筹码的脚步 对不对 8648转空 跌150多点 8500翻多 涨80多点 8563转空 又跌100多点 8464翻多 又涨160多点 861转空又跌100点 这五趟多少点啊 上礼拜五趟 600多点的行情 你干什么现阶段要死多头死空头呢 对不对 尤其指数操作 你每天怎么样 打电话给奇货公司 崩盘啊 今天破底就奇货公司就发钱给你啊 四分会嘛 你看我好棒 我的老师昨天就喊说今天一定会跳水破底 崩盘 你就有钱啊 不要那么天真好不好 就像冲浪一样嘛 哦 拿个滑板到海里 哦 浪来了你就冲起来了 啊 两下你就淹死了 浪来你要有专业的技巧 对不对 大五筹嘛 从上礼拜 来到不 对吧 你多空 我讲涨不要高兴 跌不要害怕嘛 上礼拜是不是 从8648转空 是不是跌100多点 150点 8500翻多 又涨80点 8563转空 又跌100多点 8464翻多 是不是涨上来又是100多点 8611再转空 是不是就杀下来 上礼拜你是规规矩矩 跟着大物筹码 不要自己去幻想嘛 五趟不是600点 这个礼拜呢 更可爱了 礼拜一 8498转空 杀下来是不是百点 8400 825翻多 又100多点 8498转空 又80点 8448翻多 到昨天 昨天又100点 是不是 那今天一早 8543转空 是不是又100多点 对不对 那有什么呢 这个礼拜五趟 你跟紧他的脚步嘛 五趟又500多点 来来来看看这个礼拜 来老婆 这个礼拜一早 对不对 8499转空 是杀下100点 8425翻多 是不是100多点 8499转空 是不是又780点 8448翻多 到昨天 是不是又快100点 今天一早8543转空嘛 是不是杀下来 到了尾盘呢 来老婆 这里 8388翻多嘛 这又怎样呢 没有什么嘛 对不对 你跟紧他的脚步嘛 那指数操作 我就讲过现阶段 你就掌握到白点的波动 对不对 破底又怎样 破底也不要害怕啊 大掌也不要兴奋啊 他本来就是白点的波动 你更好大户的资金 来把这个浪充好嘛 不就很开心啊 是不是 上个礼拜五趟 把这个浪充好 每一趟白点的波动 五趟就是600点的行情 这个礼拜一样 又是五趟的转折 对吧 每一趟又是白点的波动 这个礼拜五趟 又是500多点的行情 有什么困难呢 不要想太多 该怎么做怎么做 好不好 那我讲过 这个礼拜 你没有办法掌握到 这500点的行情 上个礼拜 没有办法掌握到 这600点的波动 那我讲一句话 你十分需要 我们大户筹码 这样一个专业的辅导协助 是不是 你没有专业的工具 是很困难的 像现在医生看病 对吧 你没有血压剂 没有这些医疗器材 想看病 很困难 要正确的操作 要正确的工具 大物筹码如何使用 欢迎好不好 跟我们做个洽询 好 跟到航空分析 我们先休息一下 廣告之后马上回来 全国流淡品拍卖会 全国流淡品拍卖会 来着送20分美赞 珠宝名表名牌包 一折起雕 免收15%手续费 8月6日下午5点至9点 提前预览会 8月7日至9日 桃园芙蓉大饭店 巧购专线 0800 268 777 你今天吃了什么 你运动了吗 每天疯传的健康资讯 多到报 火眼耸听 真假能辨 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 不要轻忽小问题 魔鬼藏在细节里 专业顾问团队 守护健康大小事 我是雅芳 芭芭健康友芳 让您健康恩次芳 周一到周五 每天晚上9点 三立财经台 三立新闻网红铺播出 20代で運命を変えるという 大きな一歩を踏み出したから 10年20年先も クリアな素肌と生きていける 明日の私もきっと好き SK-2 色彩絕非表面 最深良商機 威力不可小准 你听我刚才的新闻嗎 待到这里 爱看今次就看新鮮 你有第一首消息要爆料吗 只要随时随地拿起手机 明星卖萌大吉博 显得比我可爱呢 掌握第一首偶像动态 四十个小人物 You can really reach your mind 追踪最新的巨型發展 哇 跟我一起follow下地 韩剧瑜伽消息 線上網搜尋 三立新闻网 血清素是人體最重要的快樂因子 香蕉的植物血清素最高 一顆膠囊等於十三根香蕉 幫助入眠快樂滿點 快搜尋樂活香蕉 歡迎回來 今天指數雖然大跌白一點 不過做當衝的話 其實還是可以抓出漲跌幅的 到底後設行情呢 趕快再把時間交給大文哥 好 指數操作 所以我們在強調衝浪理論嘛 對不對 你像衝浪 浪起來了你要高興嗎 你不要高興 待會浪就要下去了 浪下去了 你要悲哀 待會浪起來了 它就是波動嘛 對不對 所以講指數操作 掌握到百點的波動 四趟就四百點了 不就一倍嗎 所以指數操作 漲了你不要高興 跌了你不要害怕 都是賺錢的機會 上禮拜大物籌碼五趟 窮頭正 上禮拜就在八千四百多 到八千六百多 上下來回震盪 大物籌碼五趟 幫你抓到六百點的波動 對不對 有什麼好害怕的呢 這個禮拜一啊 從禮拜一八十九八轉空 對八十二五翻多 八十九八轉空 八十四八翻多 昨天又一百點 今天一開盤八五四十三 再度轉空又一百多點 尾盤八三八八還翻多了 對不對 又談了快五十點了 那這個禮拜五趟 又是五百多點的轉折 來看一下 禮拜一八十九八轉空 打一下要八千四嘛 有沒有 八十二五翻多 告訴你八十二五 空單回補 八十二五翻多了 有沒有 八十二五翻多了 啪 又一百二十點 對不對 漲上來多單獲利 要轉空了 有沒有 大漲百點獲利 漲得不要高興 八十九九再度轉空 對不對 打下來八十九八翻空 部位回補 反手又要向上翻多了 八十四八又翻多了 有沒有 昨天又一百點嘛 就是百點的波動嘛 對不對 那今天開盤定多空 今天一早 八五四三再度轉空 再跌一百多點嘛 就這樣而已嘛 對不對 很多人講今天崩盤 我就看不懂 禮拜一低點八千四 今天收盤還在八千四附近 崩到哪裡去啊 我看不出來有什麼崩 你把握來回嘛 這個禮拜五趟 不就這五百多點嘛 對不對 再來 尾盤八三八八翻多 所以今天八五四三 轉空部位 回補再度翻多嘛 對不對 不就好了嗎 好不好 今天一來一回 這又將近兩百點的行情 再來 TPK有沒有 前兩天已經預告你 誰在誰在誰在大買 好好地想一想 不要用眼睛看牌 要用腦去思考這個盤嘛 今天TPK為什麼翻紅 對不對 再來洪達店跟你講大戶翻多 為什麼這一個禮拜 洪達店還在七十塊 對不對 那FGS有沒有 前一波大漲四十塊 獲利打回來 你看看我們昨天在幹什麼 昨天我請投資人 趁大跌再度買回 昨天低點一零三 今天FGS收盤 還在一百一十多塊啊 好不好 那洪准也是一樣 拉回把握 那如何操作 歡迎跟我們做個掐詢 好今天三大禮百點 不過更多航情分析呢 同一同時間鎖定我們的節目 也感謝收看 我們再會